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東網點評 我是李思 美國宣布啟動湄公河美國夥伴關係 承諾加大對該地區的投資和合作 有分析認為美國政府的目標 是通過建立夥伴關係 幫助傳統上向北京尋求協助的五個國家 從而進一步削弱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 美國早前與柬埔寨、魯窩、緬甸、泰國和越南五個東南亞國家 建立美宮河美國夥伴關係 向五國提供包括新型冠狀病毒紓困援助 以及抗刊措施的各種項目援助 投資超過1.5億美元 即大約11億7千萬港元 美國之音引述分析人士表示 美國官員希望東南亞的合作夥伴 將會更清雷美國而不是中國的慷慨之舉 又指出中國在東南亞大力建造基礎設施 但中國通過上游水壩 威脅對該地區的供水 亦令到一些國家面臨債務威脅 分析認為這五個湄公河國家 希望避免過度依賴中國援助 特別是中國通過控制河流上游的水壩 會令到處於下游的東南亞國家土地剛確 中國利用對水壩水流的控制 作為在東南亞討價還價的籌碼 分析人士指 夥伴關係在美國議程中佔據重要位置 因為美國已認識到湄公河區域的重要性 中國在這區域已獲取關鍵進展 中美之間的競爭越激烈 湄公河區域就越重要 美公河美國夥伴關係取代了美國支持的 已經有十一年歷史的美公河下游倡議 有關國家在結成夥伴關係四日之後 簽署了一份聯合聲明 承諾加強透明度 以及尊重主權 互不干涉 尊重法治和國際法 節目時間到這裏 多謝收聽